1959年9月的一天 彭老总联合数位元帅将军架空陈庚的权利 本该是激流涌进的大好年纪 是什么原因 让陈庚从一呼百应的大将 变成有职无权的闲人 气不过的陈庚跑去找总理诉口 为何这些人就好像串通好一样 视而不见呢 所谓的几十年战友情 真如我们看到的这般吗 点个关注 九叔这就为你答案一解惑 1924年进入黄浦军校成为第一批学员 正是这一次机会开启了陈庚的军旅生涯 1927年南长起义后的一场战斗中 国民党重兵围攻 使敌我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 身为第一营营长的陈庚一马当先 谁料一个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 导致颈骨肥骨 齐齐断裂 伤势非常严重 放在一般人身上早躺下了 陈庚却靠着顽强毅力和求生的本能逃过一劫 咱们回家了 我死也要把你背回去 革命遇到挫折 就想回家了 走 咱们到上海 去找中央去 之后虽然有军医战友的竭力救治 但传统保守的疗法根本不足以治好他 上海有位专门治腿伤的名医 叫牛惠林 牛惠林 后来惊人介绍 才从香港辗转到上海的一家骨科医院街上断骨 还没等他好好休养生息 就被残酷的斗争拖到了战场 1932年第四次反尾角作战 陈庚右腿不幸负伤 左腿还没好利索 右腿又出现了问题 无奈 陈庚只能暂时离开部队 前往上海治疗 还没等他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就被人抓住了 在国民党监狱中吃尽了枯头 虽然经过组织营救成功脱险了 但腿上的伤却成为了隐藏的护环 长征后期 陈庚因腿伤复发 路都走不了 只能在担架上指挥部队 在到达陕北后 他担任洪医师师长 经常有外出考察地形的事物 陈庚的腿伤却再次发作 一时间 酸 疼 麻 木 几种感知 让他苦不堪言 只好让副师长代替自己完成这项任务 1935年10月 已经担任红石军第13团团长的陈庚 在直罗镇战斗中 第三次光荣负伤 子弹穿过他脆弱的拇指 也没引起他的注意 只是草草做了个小手术 1940年9月的鱼辽战役 陈庚担任大越军区司令员 当时日军在鱼舍投放DWS 让部队伤亡惨重 陈庚不顾危险 亲帅部队强攻现成 中毒数次 这才使得我军艰难取得胜利 1949年之后 新中国的成立 刚刚担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的陈庚 马不停蹄地奔往朝鲜战争支援 可是退一伤的发作 让他不得不留在北京之了 稍微好转一些 才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 之后不辞辛劳 奉命筹剑趴军功 你 上个黄谱 算是科班出身 当个红尼学校的校长 算是 办个教育 打了日本 打老奖 打了法地 打美地 你不合适 谁更合适啊 直到1958年 聚攒多年的压力爆发 陈庚参加完 科工为一个重要的会议 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家里休息 可不管怎么样都睡不着 便拉着妻子复养 出去浪漫一晚 看电影约会 大中午看完电影 准备午休时 陈庚突然感觉 胸口就像有人 给他不断充气 随后 因为喘不上气 直接捂着胸口 跌坐到冰冷的地板上 正在玩耍的小儿子 看到这一幕 吓得哇哇大哭 这才引起家人的注意 立马打起了急救电话 合力把陈庚送到医院 经过医生们 不眠不休的竭力抢救 终于把这位 从死亡的边缘先生 拉了回来 刚刚有点意识的陈庚 突然大喊 绝对不能让步 让前来探望的陈庚脸 热泪迎光 他知道 他说的是前天开会时 争论的问题 只安慰陈庚 别想太多 注意身体 直到医院末床 休息三个月后 陈庚才慢慢好起来 只是从此之后 他经常有头晕 心跳过快的症状 身体状况 也大不如从前 这个秘密 他谁也没有告诉 连妻子 富亚都被蒙在鼓里 以后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在陈庚 再一次突发心肌梗塞的情况下 任职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 实在看不下去了 不能再让老战友冒险了 于是和几位领导商议后 决定架空陈庚 如果想要重回工作岗位 必须要有医生开的健康证明 否则面谈 这消息对于全心全意 忙于国防建设的陈庚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 对于领导的这个决定 他更是不能理解 不就是心脏一段小问题吗 自己身体的状况 自己还能不了解吗 现如今 正是国防建设的关键时期 他成为负责人之一 怎么能当逃兵呢 陈庚为了出这口恶气 在1959年的国庆前夕 亲自找总理告黑状 总理看着眼前人 期待的神情 心软了 便给伟人打电话商议 陈庚要求停止休养 立即出来工作 希望得到您的允许 伟人可没有丝毫心软 直接拍板 养不好身体 不能工作 从此以后啊 陈庚大将只能被迫在家 遛鸟养鱼了 本以为这样休闲 惬意的日子 已经是最好的安排 不料 1960年的到来 打破了无数人的希望 这一年冬天 北京似乎格外的寒冷 陈庚的病 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胸部疼痛 从最开始的人忍就过去 演变到现在疼得面目整理 虽然他积极配合医生们的治疗方案 按时吃药 但他心里知道 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与其躺着等死神的降临 还不如为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 软磨硬胖 得到领导批准 每天工作一点点 可是他们完全小瞧了一个工作狂的执主 哈军公 是陈庚亲手创办的 他自然希望这个孩子能越来越好 在之后的日子里 他经常写信给党委常委 提出了不少关于学校工作的建议 还记得一个国防科研项目 需要在里江二十多公里的郊区试车 当时陈庚是国防科委的副主任 项目跟他的工作有莫大的关系 他知道后非要去参加不可 妻子复牙是怎么的劝不住 试完车他大声嚷嚷 我活着回来了 其实这时他的脸色异常的惨白 事后的工作里他通常是一边工作 一边揉着胸口 以此来缓解病痛带来的折磨 就算是逝世的前一天 陈庚还在不断翻阅资料 构思作战经验总结 希望能把自己多年作战的经验 留给后人学习 只可惜 这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财富 只写了个序言 作者就离开了人世 1961年3月16号8点45分 一旦名将陈庚因第三次心肌梗塞发作 送往医院后强救无效 不幸逝世 一时间 这个消息让全国上下 陷入一片悲痛 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 3月17号 陈庚将军的骨灰即将送往北京 素育大将为了送老战友最后一场 拖着因战争而残破不堪的病体 到机场送行 虽然历史成败早已注定 战场的硝烟早已烟消云散 然而将军的一生 却永远刻在我们的心中